超千万粉丝的博主秀才 抖音账号被封登上热搜 崔永元痛骂中共农业部是大骗子 北京一家医院匠薪一半 医护人员在问 这还能活吗 乌军反攻进展过慢 泽伦斯基反驳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要闻 今天是9月3号星期日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拥有超过1200万粉丝的网红主播秀才账号 近日被官方封禁 一时间秀才被封的词条 冲上了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热搜引发热议 而另外一个1900多万粉丝的女网红 一笑倾城的社交平台也已经停更 网友评论说 火的莫名 风的奇妙 也有评论认为 是韭菜养肥了再吃 9月2号晚间 一则关于秀才被封的话题 冲上了微博热搜的榜首 这一话题的阅读量一度达到了5.8亿次 相关讨论超过2万 根据大陆媒体9月2号的报道 近日颇受关注的网红秀才账号已经被封禁 对此 抖音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一账号违反了抖音社区自律公约的相关规则 另外 据大陆的每日人物报道 一份检举税收违法行为受理回质显示 2023年的8月15号 有人10名向国家税务总局 博州市税务局稽查局 检举了徐某某网名秀才的人 涉嫌税收违法行为已经在当天被受理 9月2号晚间 博州市税务局的一名负责人告诉媒体 已经收到针对徐某某网红秀才的举报材料 涉及到个人所得税申报的情况 在抖音上搜索秀才的账号 这一账号页面显示已经被封禁 报道说秀才年龄39岁 是安徽省博州市蒙城县人 是抖音网红 粉丝数量超过1220万 获赞2个亿 秀才账号累计发布了1300多个视频作品 最早的视频拍摄在2020年 几乎每个作品点赞都有上万 尤其是近一两年的作品 基本上点赞数都在几十万 其置顶的三个视频 点赞数更是在百万左右 大陆某平台数据统计 秀才粉丝当中 女性用户占比是70.44% 40岁以上的用户占比79.8% 在今年5月份大陆媒体报道称 72岁的老太太跨越3000里 只为奔献剪男网红的文章 随即将网红主播秀才 和另外一名千万级别的女网红 一笑倾城推上热搜 一些媒体形容两个人是中老年组的顶流 中老年人的收割机 在秀才账号被封杀之后 女网红一笑倾城的社交平台目前也显示 家中有事休息 最近的一条动态 停止在8月21号 不少网民对于官方以税务为由 封杀秀才账号表示不解 说这火的莫名 封的奇妙 有人调侃说 估计是官太太打赏多了 也有中国网友猜测 是因为大多老年人用养老金打赏 还有网友一轮说 和上头争夺民心 不封你封谁 防止大V们无序扩张 一呼百应的 指不定哪一天 振臂一呼 反了咋办 最近很多大V的账号都被封了 粉丝百万千万的账号 大批的封锁 有没有可能折上千万的粉丝 集体声讨 为什么要封杀秀才 X平台账号老蛮频道发文表示 一笑清晨和秀才 他们俩的日常节目形式 是对口型唱歌 都不需要真唱 就这样搞 每次直播的打赏金额以百万计 并且前面的数字不是一 如果我是权贵 看到这样的场景 唯一需要操心的是 这么好的韭菜可不能随便被人割光了 所以就今天 秀才的账号被封杀了 这也是非常符合管理逻辑的事了 也有网友回应说 养肥了韭菜再吃 之前8月31日 一张网传的截图显示 有人在税务官网举报大陆女星宋祖儿涉嫌偷逃税款4500万 消息迅速登上了热搜榜售 9月1日 大陆网友发现 北京卫视等五家卫视的官方微博均已删除相关的内容 输入宋祖儿查询 即出现抱歉没有查到相关的结果 疑似走入封杀的流程 中共网信办曾在7月10日发布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 要求强化对自媒体的管控 包括谣言标签功能 粉丝数量管理措施等13条措施 中共网信办还要求各地网信部门 对资讯 社交 直播 短视频 知识问答 论坛社区等类型的网站平台的督导检查 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对自媒体的管理 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此前对大纪元表示 中共是把人变成机器 统一思想 人在国内那种环境之下特别容易被指使 或者是被盲目的驱动 赵兰健还表示当局对自媒体严管 是消灭民间对新闻事件的目击以及讨论 强化一言堂的正确性 只许以代表国家之名义的权贵统治者发声 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 而网信办轻易地就把宪法给否定了 前央视名嘴崔永元最近又和中国农业农村部杠上了 农业部8月24日就转基因相关问题答记者问世说 转基因食品会致癌 引起不孕不育 是谣言 经过批准的转基因产品都是安全的 不到一周之内 崔永元在8月28日和8月31日 连发两条视频 驳斥农业部的说法 据《农业日报》8月29日的报道 亚运会组委会称 没有发布过不供转基因食品的信息 也没有在食品保供中提到任何关于转基因的要求 但是 在崔永元看来 亚组委只说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转基因的要求 却不是正面的回应 杭州亚运会用不用转基因食品 这就是顾左右而言他 此外 崔永元还在视频中列出 他整理的18篇关于转基因食品治病的学术论文 他特别提到北京中医药大学2022年的一篇论文指出 食用转基因食品的严重不良事件 包括死亡 肿瘤和癌症 明显的低生育率 学习和反应能力下降 以及一些器官的异常 却永元还说 农业部虽然向公众科普转基因无害 但是农业部幼儿园早在1990年代末就采用非转基因油 农业部直属机关食堂也选用非转基因辅足 农业部还有自己的特供大米和特供基地 崔永元感慨 他们农业部把自己照顾得非常好 在吐鲁番有自己的特供基地 吃的都是有机食品 却拿着中国老百姓不当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没有那么愤怒 在8月28日的视频当中 崔永元同样表达了对农业部的愤怒 中国农业农村部 是我一生到60岁为止 见到的最大的 有编制的 以集体为单位的骗子单位 他还说 欧盟曾多次退回中国的转基因稻米制品 转基因水稻 至今在中国没有获得商业种植的批准 崔永元上个世纪90年代加入央视 是中国著名的主持人 此外 崔永元还从2008年起 还做过两任全国政协委员 并且在2013年出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崔永元2013年还曾在复旦大学 和复旦的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学研究所教授 卢大儒展开激烈的辩论 当时在谈到转基因稻米品种黄金大米时 卢大儒质问 说老实话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黄金大米的科学问题呢 崔永元则反问卢大儒 黄金大米转入了几个基因 卢大儒说 黄金大米还在不断的完善 但是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数字 崔永元接着质问 连几个基因都不知道 就说安全呢 自从今年3月份以来 崔永元发布的多条视频都和转基因的中国农业部有关 一项2018年发表在《自然合作》期刊《食品科学》杂志 针对中国各省区市消费者进行的调查发现 仅11.9%的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持积极的看法 另外一项2019年发表在同一期刊的调查则发现 约60%的受访者不知道他们消费或购买了转基因产品 或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 虽然公众对转基因不了解 但是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就曾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 中共中央今年2月份发布了一份文件 首次明确的提出加快玉米大豆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 并且用生物育种取代了2017年之前的转基因的交法 近期中共展开医疗反腐 波及了整个行业 导致医护人员收入减少 怨声四起 医护人员纷纷表达不满 这还能活吗 还有人说 有一天我们会不会沦为被欠薪的医疗民工呢 9月1号 抖音视频显示 北京同任医院降薪50% 同时有多位医护人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反映 北京某人医院医护降薪 夜班费减半 一位同任医院的医护人员贴文说 不行了 真的是要心梗了 看到工资这一刻心都凉了 绩效砍办是来真的 一个月三个夜班 一个夜班65 真要脸啊 后面是不是工资也减半 参补也减半 公积金也减半 都别活了 同任医院出来说句话 另外一位医护人员也发帖抱怨说 扣一半奖金成了现实 昨天中午开科会传达 这个月奖金扣一半 以后看情况再说 还有反腐工作 开通了收钱的账户 让主动交钱 有必要科普一下 在首都北京的医疗系统当中 同任医院一直处于工资鄙视链的顶端 出名的活多 钱少 没想到 现在扣钱 我们成了先锋队成员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 那句以后看情况再说 将来有一天我们会不会沦为 被欠薪的医疗民工呢 根据医护人员反映 是临时通知奖金 医护人员的不满情绪在升温 纷纷抱怨 普通医护本来挣的就不多 降完之后还能活吗 领导的钱降吗 敢晒出工资 搞公事 接受群众监督吗 现在普遍就是降普通医护 普通行政员工的工资 中层以上的奖金保密 其实就是不降 甚至是会升高 一些民众开始担忧 当局发起整肃之后 可能会影响民众的正常看病 有网民表示 反腐到最后苦的可能还是老百姓 对于中国大陆的医疗反腐 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李秉勤点评说 中国政府医疗反腐的结果 是从业人员收入减少 医生的固定工资 绩效和津贴也会下滑 包括药品 设备等非固定收入 是反腐打击的对象 如果某些从业人士的非固定收入比例高 那么收入下降的幅度会是显著的 有网友评论说 反腐到最后会发现 其实不是医疗反腐 而是全力的反腐 上次整改教培行业 导致整个行业都消失了 整治完足球就要整治医疗行业 后续可能还有行业会受到打压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号表示 乌克兰部队向俄罗斯军队发动的反攻 正在向前推进 借此反驳西方官员称 乌军反攻进展过于缓慢的说法 乌克兰的反攻行动已经进入了第三个月 虽然收复了十多个村庄 但是受到俄罗斯扩大的布雷区和防线的阻碍 至今没能夺回主要的定居点 西方媒体本周报道 几位没有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 对乌克兰反攻进展缓慢 表达沮丧 甚至挑衅乌克兰的战略 引发基辅的不满 子伦斯基2号在社群媒体平台Telegram发文写道 乌克兰军队正在向前推进 无论如何也不管任何人怎么说 乌克兰在东南部扎布罗热前线的一部分地区攻势略增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利亚尔一号表示 乌军已经在当地多个地点突破俄军的第一道防线 马利亚尔还警告 乌军如今面临防线另一侧防御加重的俄军阵地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一号也证实 在过去的72小时里 乌克兰部队在扎波罗热南部的反攻当中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但是他警告说 俄罗斯可能对乌克兰的推进做出反应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希望之声会员网已经开通 每个月只需要一美元 让我们一起守护言论自由的空间 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